十元铜板可以买什么呢 在台南有一间三十年的无名小摊 它专卖炸物 每个商品都是铜板价 当中炸猪排竟然只卖十元 红茶则是五块钱 每到了下午营业时间 就会出现像这样子的排队的人潮 而另外在高雄也有一间 超佛心的古早味粉圆冰 老板用料是毫不手软 一大份只卖十块钱 在物价飞涨年代 也成了民众的小确幸 猪排下油锅 紫紫作香炸得金黄酥脆 你相信吗 这么一大片竟然只要十块钱 这一块多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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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炸猪排 看看旁边价目标 鸡块四个卖二十 薯饼三片也是二十 红茶一包竟然只要五元 让人每个都想来一份 二十块啊 你说你要买什么 四杯红茶 喜欢吃它的什么 脆肉 不少顾客心目中第一名 是这个招牌脆肉 起锅后把油沥干 老板给的份量满出包装 难怪每到营业时间 现场都会出现 常常排队人潮 你排几天 四个月嘛 超佛心店家在台南湾里 在地营业三十年 每天只开四小时 在物价上涨的年代 老板美食不涨价 而同样超便宜的 还有高雄前进区 这间粉圆冰 大汤匙捞起粉圆 铺上创冰 这样满满一份也是十元 另外加料再加五元 一大碗两人吃也很有饱足感 料好实在吧 就是市面上在卖的 就是他们卖的很通常 没有涨价是想要维持 让大家有一个生活 有一个小确幸 在疫情的时候 可以有一点 还有好吃的东西 又便宜的东西存在 虽然赚的不多 但店家主打薄利多销 十元同板价 让民众销销鼠 成为难得小确幸 藉由台南高雄综合报道